在台中呢有一名送货员他三年前被一名酒驾男子一面撞上 脸部骨折几乎毁容 请假三个月还被公司炒鱿鱼 再加上他的外表没有办法见人 结果就陷入了自卑低潮当中 经过了六次骨头复位以及修巴手术 现在终于慢慢的恢复他原本的容貌 只是这个过程就好像是脸骨拼土一样 35岁的杨先生因为车祸毁了一张脸 脸部骨头严重断裂 一是前后替他进行六次手术 第一次从口腔与下颜检进入以骨钉固定 第二次进行鼻骨整形 再来修巴四到六次进行磨皮 过程宛如脸骨拼土 不单纯只有是骨头的部分 还有合并脑就是神经外科 还有合并眼科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他的这个脸的撕裂上 也造成他颜面神经的断裂 车祸发生在三年前杨先生担任送货员 才戴上安全帽 却遭一名酒驾男子开车冲过来 脸部直接撞上对方的挡风玻璃 杨先生请假还被公司炒鱿鱼 人生陷入低潮 面目全非 那外面有很多疤痕工作又没了 那家里还有老婆小孩要养 那不过后续我们慢慢帮他这样做 其实他外观上改善很多 那现在的话老婆也很顺利地 就是生产第二胎 那又回复他们本来正常的生活 如今疤痕见诞 杨先生重拾自信心 目前已经找到另一份送货工作 开始新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